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 我是一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 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 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 去了上海才发现 满大街都在穿打底裤配裙子 保暖又好看 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 作为时尚之都的上海 这里的女人几乎都擅长装扮自己 她们的衣橱里装满了时尚单品 每一件都能搭配出多种潮流造型 漫步上海街头 你会发现今年的流行趋势已经不再是裤子 取而代之的是打底裤与裙子的搭配 这种穿法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 她们不仅保暖实用,还兼具时尚感 只有亲身体验过这种搭配的女人 才能真正领略其魅力所在 一,打底裤配裙子真的很好穿 一,时髦保暖让低温不再成为烦恼 在寒冷的季节 穿搭的首要任务无疑是保暖 但同时我们也不希望牺牲时尚感 因此,在选择服装时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确保既温暖又不失潮流感 随着气温的下降 一种既实用又时尚的穿搭方式受到了广泛欢迎 那就是裙装搭配打底裤的组合 这种穿法不仅能够有效抵御寒冷 还能展现出优雅的气质 与直接露腿穿裙子相比 其保暖性和实用性显然更高 二、露腿面积恰到好处 不会显胖 冬天,许多女人依然喜欢穿着裙子 但她们常常担心这样会显得身材臃肿和肥胖 然而,你可能不知道 当裙装与打底裤巧妙结合时 可以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 特别是选择修身款式的打底裤 再搭配一条能够遮住小腿的长裙 这种组合在视觉上会产生非常显瘦的效果 这样一来 你既能享受裙子带来的优雅与美丽 又不必担心身材显得过于臃肿 三、让造型更具层次感 避开单调的情况 在时尚造型中 缺乏层次感的搭配往往会显得平淡无奇 缺乏吸引力 为了克服这一问题 就要精心挑选和搭配不同的单品 可以打造出既有层次感又充满个性的造型 例如一件优雅的长裙 单穿时虽然飘逸 但难免显得有些单调 为了增加层次感 可以在长裙外搭配一条紧身的打底裤 这样不仅能够修饰腿部线条 还能让整体造型更加立体 此外 再叠穿一件长款外套 不仅能够抵御寒冷 还能为整体造型增添一份高级感 长款外套的垂坠感与长裙的飘逸相得益彰 使得整体造型既有层次又不失协调 二 为啥不推荐光腿搭配 一 光腿不时髦 打底裤配裙子更洋气 在时尚穿搭中 裙子与打底裤的组合 与单纯光腿的搭配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你选择一条漂亮的裙子 并搭配一条合适的打底裤时 能让你的穿搭显得更加丰富和有质感 打底裤的加入 不仅能够为你的腿部线条提供额外的修饰 还能在视觉上创造出一种温暖而时尚的效果 相反 如果你只是选择光腿来搭配裙子 虽然很简约 但久而久之就会显得有些单调乏味 因此 在追求时尚和个性化的今天 更多的人倾向于选择裙子与打底裤的组合 以展现出更加多样化和有趣的穿搭风格 二 光腿部保暖不实用 另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冬季 气温实在是低得让人难以忍受 俗话说得好 寒从脚起 如果你总是光着双腿 任由冷风吹拂到我们的腿部 这将会对我们的腿部健康造成极大的威胁 因此 为了保护我们的双腿 我们可以选择搭配一条打底裤 再配上一条长裙 这样既时尚又实用 能够达到双重保暖的效果 三 秋冬穿裙子配打底裤 就要避开这五大雷区 雷区一 肉色 印花 亮色打底裤不能穿 那些五颜六色 缤纷多彩的打底裤 确实看起来非常吸引人的眼球 在脑海中 我们常常会想象 自己穿上这些充满活力的彩色打底裤后 会变得魅力四射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然而 现实往往与想象背道而驰 大多数人穿上这些打底裤后 反而给人一种廉价地摊货的感觉 显得俗气不堪 甚至还会让腿部看起来更加粗壮 实在是难以驾驭 这是因为彩色打底裤在搭配时 会将人们的视觉焦点下移 导致腿部的视觉亮感变得更加明显 从而不可避免地显腿粗 此外 彩色打底裤与其他单品的搭配 也需要仔细考虑颜色的协调性 这样一来 不仅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挑选合适的搭配 还会因为颜色搭配不当而弄巧成拙 反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雷驱二 反光材质的打底裤 廉价还显状 反光材质的最大缺点在于 它会让人看起来显得更加丰满 这类材质通常会从视觉上 拉宽我们的身体维度 给人一种膨胀的感觉 例如 我们熟知的皮革和镭射材质 都容易产生强烈的反光效果 这不仅会显得过于浮夸 还会让人看起来更加壮硕 特别是像银色这种反光打底裤 其色彩和材质的特性 都容易让人显得更加臃肿 雷驱三 避免轻薄而且老气的打底裤 在选择衣服的颜色和款式时 可以倾向于那些清新自然的风格 这样的选择既不会显得过于繁复 也不会显得过于新潮 从而保持一种简约而不失时尚感的平衡 特别是在挑选丝制打底裤时 建议不要选择那种过于轻薄柔软的材质 相反 选择稍微厚实一些的丝制打底裤会更为合适 这种稍微厚一点的丝制打底裤 不仅能够提供更好的保暖效果 还能给人一种轻柔而舒适的感觉 穿上它没有太多的存在感 但却能展现出一种温婉大方的气质 在选择裙子和打底裤的组合时 必须确保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协调性 如果搭配出来的效果显得特别不和谐 即使挑选的单品再怎么时髦 整体造型也会大打折扣 例如 当你穿着一件色彩鲜艳的裙装时 尽量避免搭配那些带有过多时髦元素的打底裤 或者那些同样色彩鲜艳的打底裤 这样的搭配往往会让人感觉过于突兀 失去了整体的美感 正确的做法是选择与裙装颜色相协调的打底裤 或者选择一些简约低调的款式 这样才能更好地衬托出裙子的美感 雷曲五 搭配的裙子长度暴露短板 在挑选裙装时 许多人喜欢搭配打底裤 希望通过短裙来展示自己的修长美腿 然而最终的搭配效果往往并不如人意 裙装的长度如果过短 不仅容易暴露出腿部线条上的不足 还会削弱整体造型的美感 特别是当搭配打底裤时 这种搭配方式往往会显得有些突兀 缺乏和斜感 因此在选择裙装时 我们需要更加注重长度的选择 以确保整体搭配的协调性和美观度 适当的裙长不仅能更好地修饰腿部线条 还能提升整体造型的时尚感 避免因裙装过短而带来的尴尬和不适 4.这样穿成功驾驭打底裤配裙子 1.裙装的挑选可以带点设计感 每当一种新的时尚潮流涌现时 我们不应该盲目地模仿他人的穿搭方式 而是要努力去掌握并融入自己的风格 在选择裙子时 可以加入一些设计元素 例如拨点图案或格纹图案 这样不仅能够增添时尚感 还能让整体造型更加独特 与此同时 搭配一些基础色系的打底裤 可以有效地平衡整体的视觉效果 使整体造型既时尚又不失稳重 2.考虑到反显结合的关系 在穿搭中 协调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尤其是在搭配裙子和打底裤时 更需要注意整体的和谐 建议大家在选择搭配时 可以巧妙地运用反简结合的原则 例如在打底裤的脚踝位置 可以加入一些条纹图案的设计 这样不仅能够增加视觉上的层次感 还能让整体造型更加生动有趣 此外 佩戴一款亮色系的围巾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它能够在不经意间点亮整个造型 为整体搭配增添一抹亮色 从而摆脱沉闷感 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活泼又活力 3.裙装和打底裤可以选择顺色 如果你希望在穿着打扮上达到既显瘦又显高的效果 那么建议你可以考虑 黑色的长裙搭配上黑色的打底裤 这种顺色系的搭配方式 不仅能够带来视觉上的延伸感 而且还能起到瘦身的作用 黑色作为一种经典且深邃的颜色 能够在视觉上收缩身形 让你看起来更加苗条 这样一来 你无需刻意展示自己的身材曲线 就能轻松穿出一种充满魅力和优雅的气质 4.学会将重心转移到上半身 在进行一组造型设计时 我们必须特别关注其重心所在 因为重心的分布和体现方式 会直接影响整体造型的视觉效果 重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它可以通过多种元素来体现 包括但不限于造型中的各个元素 色彩搭配、配饰选择以及裁剪设计等方面 通常情况下 重心的体现应当集中在造型的上半部分 这样可以有效地将观者的视线吸引到上半身 从而在视觉上产生一种拉长身形的效果 这种设计手法对于身材较为娇小的人来说尤为友好 因为它能够在不借助任何外在辅助工具的情况下 营造出一种增高感 5.穿打底裤配裙子的小技巧 技巧1.懂得挑选服装款式提升造型美感 1.打底裤款式要简约基础 打底裤作为一种非常普遍且常见的单品 其本身就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 因此在挑选打底裤时 我们没有必要刻意追求过于个性化的款式 相反 我们应该以基础简约的设计为主导 选择那些配色经典且款式百搭的打底裤 这样的选择不仅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穿搭的需求 还能为我们的整体造型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灵活性 经典的设计和百搭的款式能够轻松融入各种不同的搭配中 这样一来 我们就能在不同的场合和风格之间自由切换 2.选纯色不选花色 在选择打底裤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只需要集中精力在两个关键点上 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色彩问题 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尝试那些 带有复杂花纹或者鲜艳色彩的打底裤 因为这些款式往往需要较高的搭配技巧和时尚感 否则很容易显得过于突兀 难以驾驭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选择那些色彩简约设计基础的打底裤 会更加明智 这类打底裤不仅容易搭配各种上衣和外套 而且能够适应多种场合 无论是日常出行还是正式场合 都能展现出得体的风格 简约的配色不仅能够提升整体的协调感 还能让整体造型显得更加干净利落 三、材质厚实高档有弹性 秋冬季节、天气寒冷 我们需要挑选面料相对厚实一些的打底裤 以确保温暖 然而在挑选过程中 我们也要注意一些细节 以避免出现不理想的堆积感 因此 选择具备一定弹性的打底裤是关键 这种面料能够很好地贴合我们的肌肤线条 从而更好地勾勒出腿部的轮廓 即使在寒冷的秋冬季节 我们也能保持优雅的身姿 展现出迷人的腿部曲线 四、裙子的线条感要流畅利落 冬季 选择合适的裙子是每个爱美女人的必修课 在这个季节 长裙无疑是最佳选择 因为它们不仅能够提供足够的保暖效果 还能展现出优雅的气质 对于身材娇小的女人来说 起膝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 因为这种长度的裙子能够恰到好处地展示腿部线条 同时也不会显得过于拖沓 而对于身材高挑的女人而言 过膝裙则更能凸显她们的修长身姿 增添一份高贵的气质 在搭配长裙时 一条顺色的打底裤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搭配不仅能够保持整体的协调性 还能在视觉上拉长腿部线条 给人一种干练利落的感觉 无论是选择紧身的打底裤 还是稍微宽松一些的款式 只要颜色与裙子相协调 就能轻松打造出毫无违和感的冬季造型 技巧二 降低陆肤面积 营造出整体和斜度 一 直接选择套装进行搭配 冬季穿搭一定要学会降低陆肤面积 保暖效果才会更好 这也是我们穿裙子配打底裤的初衷 建议尝试一下套装裙的组合 搭配同色系的打底裤 整体的和谐度会更强烈 二 将亮点放在裙子上更吸引人 其实真正聪明的女人 往往都懂得将亮点放在裙子上 裙子是温柔优雅的代名词 适当地加入波点 条纹 格子元素 一般都不会翻车 再配合上纯色系的上衣和打底裤 又能形成互补关系 技巧三 不刻意明示腰线 追求慵懒气息 其实秋冬季节穿衣服 并不需要刻意地明示出腰部线条 选择一件宽松版型的上衣 遮住腰线 再搭配上线条感流畅的A字裙 或者直筒裙 照样可以避开压身高的问题 裙装的长度 尽量可以遮住小腿的位置 搭配上打底裤更加保暖 技巧四 选择百搭的造型 降低搭配难度 要营造出冬季氛围感 那么挑选的服装单品色彩 就不用太鲜艳 直接选择百搭的造型 反而看上去更加高级沉稳 一身黑色的服装单品进行搭配 最忌讳的就是沉闷感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一些金属装饰 或者是精致的配饰进行点缀 技巧五 上短下长的单品搭配 关于裙子和打底裤的搭配 还要学会去分割身材比例 选择短上衣和半身长裙进行组合 便可以成功地穿出三七分的效果 比如修身款式的羊绒衫 可以塞进高腰白者裙当中 短款的扩形外套 搭配直线条设计的长裙 显瘦又显高 六选择三种裙子 时尚又大方 一 直线条设计的过西A字裙 裙装款式千千万 建议大家在进行挑选的时候 可以尝试一下这种直线条设计的过西A字裙 线条感越流畅的裙子 越容易纵向延长身形比例 穿出显瘦显高的效果 再搭配上贴合腿部肌肤的打底裤 显身材的效果更是一绝 二 扩摆设计的过西白者裙 裙摆宽阔的白者裙 对于现在的包容性还是很高的 无论你是梨型身材 苹果型身材 还是H型身材 都能够轻松hold住 裙摆褶皱越细窄 显瘦效果越好 白者裙的色彩尽量基础简约一点 搭配黑色打底裤更显瘦 三 开叉设计的直筒裙 很多人对于直筒裙的印象都特别刻板 总觉得直筒裙约束性太强 穿在身上不够舒适 可是只要在裙摆一侧加入了开叉设计 就能够打破这种尴尬的场面 开叉的高度可以刚好到膝盖的位置 既能够拉长腿部线条 又能穿出舒适性 7.用袜子搭配打底裤 更加的保暖时尚 1.不要选择九分裤 直接搭配打底裤 在搭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尽量不要选择用 用露出脚踝的九分裤和裙子直接搭配 将脚踝露出来 不仅很难满足秋冬季节的保暖需求 还很容易让造型显得太突兀 而用袜子和打底裤组合包裹住脚踝的部分 既能提升保暖度 又能打造出时尚感 2.多加注意打底裤和袜子的颜色搭配 但是在选择和打底裤搭配的袜子时 一定要注意 不要选择与打底裤颜色过于相近的袜子 要多尝试带点反差的颜色 像是高宝和杜彩色系的短袜和黑色打底裤搭配 更具有反差感 同时又能够降低打底裤太过于突兀的感觉 能够让你的造型显得更加阳气好看 8.打底裤配裙子的正确打开方式 还得看上海街拍 1.学会缩小打底裤的面积 避开违和感 很多上海小姐姐在搭配打底裤和裙子的时候 都会减少打底裤的暴露面积 所以她们选择的裙装长度一般会过膝盖 再搭配上筒靴或者短袜 就能够让造型看上去更加得体 不挑身材也不考验我们的穿衣功底 简直就是稳赢不输的穿法 2.视觉重心转移到上身 突出造型亮点 穿衣打扮除了要追求稳定性以外 没有考虑到整体的亮点所在 尤其是直线条设计的长裙跟打底裤进行搭配的时候 建议选择浅亮色的围巾 或者通过精美发式的点缀 去营造出画龙点睛的效果 3.配色关系要主次分明 不单调不杂乱 在面对不同的服装单品时 我们所运用的技巧和方法也会有所区别 深色调的半身长裙搭配黑色打底裤 上衣自然就要更吸睛一些 采用上衣叠穿的方式 可以增加层次感 直接搭配一条红色系的圆领毛衣 都可以 拜托杂乱邋遢的现象 9.穿打底裤配裙子 要注意这些细节 细节点一 配饰点缀可以锦上添花 在穿衣打扮的时候 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牢记配饰的重要性 看上去不起眼的配饰 有着锦上添花的功效 一款围巾 一顶帽子 一款包包 都可以很好的丰富你的造型 细节点两 学会丰富上半身 简约下半身 对于很多小个子来说 如果在穿长裙和打底裤的时候 下半身堆积感太强的话 就特别压身高 相比之下 通过上衣叠穿的方式 或者上衣加入时髦元素 有效地丰富上半身 才能达到显高的效果 细节点三 鞋子可以带点厚度 增高又时髦 作为最后出厂的鞋子 我们在进行挑选的时候 一定要格外慎重 尤其是长裙和打底裤的穿搭组合 所搭配的鞋子不能太单薄 要避免鞋底太薄 鞋口太浅的情况 选择带点厚底的皮鞋 更有质感 细节点四 露腿程度别太大 长裙比短裙更保险 搭配的时候 要根据个人的腿型特征 还有身材特点 去选择不同的服饰 考虑不同的陆肤程度 就比如我们在穿打底裤 配裙子时 如果有腿粗腿短的问题 你可以尝试这种中长款的裙装 主要是把我们大腿坠肉挡住 配合打底裤 然后再凸显我们脚踝的曲线 就很增高 显瘦 细节点五 裙装裤子颜色协调 更显气质 鞋子还有裙子 这些单品之间的颜色 应该能够形成很好的匹配 一味地去尝试 个性的撞色搭配 真的容易出错 比较简单的就是这种 近色系和同色系穿搭 打底裤的颜色和裙子一样 或者是色系相近 就会形成更好的衔接 避免违和 看了以上的穿搭之后 相信你会涌现出更多的灵感 虽然都是打底裤和裙子的组合 但是每一个女人 都能够穿出独一无二的风格特色 而且撞山率很低 好了 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 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或者看后有所醒悟 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欢迎留言和投稿 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 学习别人的最好 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们下期节目见 这期节目下期节目下期节目下期 感谢观看